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我身边这一款新兴伊图T600后开门房车 这款车依旧采用的是市场上主流的伊威克Ocean国六底盘 搭载的是3.0T柴油发动机 与之匹配的是采F8AT变速箱 这款车外观采用了小额头窄车身低重心设计 兼顾了C型车的大空间和B型车的行车稳定性 长宽高分别是5990、2280、2830 2.83的车身高度极限情况下能通过2.8的限高 另外尾部40厘米的离地间隙和大圆弧设计 只有带来了极强的通过性 来到车身侧面 首先说一下我们新兴坚固无比的箱体工艺 5毫米厚Q235高强度钢防腐负粮 2毫米厚整幅航空旅外墙板 2.2毫米全铝合金龙式骨架 再加上龙门架工艺 与底盆组成一个坚固的整体 另外5毫米厚分体式侧铝围裙边 给中低速碰撞带来了很好的保护性和后期维修的便利性 这套工艺经过了长期的考验 安全性和稳定性已无庸置疑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车身外部的配置 这边是一个外置220V插座 逆变气散热口 下面是一个独立的锂电池舱 里面装有一个720的锂电 就算锂电池出故障也不会殃及到车内 这也是我们新兴安全第一造车理念的体现 这边是一个带有高原补偿的柴油炉 旁边是调料盒 可以放一些油盐酱醋 上面是一个外置桌板 户外做饭时放东西 方便操作 后面这三个分别是外置淋浴器 加水口 加水口可以重力加水和自吸式加水 这边是一个新能源充电口 可以在新能源充电中充电 另外我们配了一个转换接头 可以在220V的插座上充电 上面是户外照明灯和拓勒的遮阳棚 来到车身另一侧 这边是赛德福德马总的黑水箱 下面是一个大的储物舱 前面这边是格力大一匹空调的外机 带有隔山设计方便散热 来到车内 第一眼给人的感觉是很宽敞很通透 进门左手边是厨房区 上面是一个微波炉 两边是储物柜 下面是电磁炉洗菜池 这边是一个65升的冰箱 这个客户对冰箱利用力不高 所以选了一个小冰箱 旁边是储物柜 可以放一些锅碗瓢盆 右边是一个小吧台 在小吧台上做了一些镂空的和带门的储物柜 下面靠近门口做了一个鞋柜 在这个镂空的储物柜里有220伏和12伏的插座 可以在小吧台上放个水壶烧水 或者放个电饭锅煮饭 还是很方便的 在这个吧台上面是格力空调的内机 旁边是总控面板 四路监控的显示器 逆变器开关 电池显示器 柴暖的开关 这台房车的卫浴间采用了后置设计 打开门 可以看到里面配备了赛特福德的合适马桶 里面的空间非常大 下面配备了桑拿木 另外还配备了洗手池淋浴器 梳妆镜 220伏房间插座 还有一个毛巾架 上面是储物柜和换气扇 卫浴间里面还安装了一个暖风出风口 这样您可以在冬天洗一个舒服的热水澡 从卫浴间出来 旁边是这台房车最主要的储纳组合 上面是大衣柜下面是两个大容量的抽屉 旁边是一个吊柜 再加上我们刚才提及的鞋柜和橱柜组合 可以说这台房车的储纳能力非常的优秀 这台房车不仅储纳能力优秀还可以满足六座六卧的需求 接下来我们到惠客区看看 来到惠客区 在我右手边是一个抽拉式的长条沙发 抽出来是一张一米九成一米一五的双人床 在我左手边是四人对卡座 中间这个桌子降下去也能形成一张小床 在惠客区顶部是这辆车的主床铺 一张两米成一米四的升降大床 额头部分也有一张小床 正常小额头房车是不坐额头床的 这个客户家里小朋友比较多 所以坐成了额头床 在额头床的下面是一个30澳寸的小米网络电视 翻上来可以供惠客区观看 所以说这辆车可以轻松实现六座六卧 最后给大家介绍这款车的水电配置 电路方面配置了720磁电 500瓦太阳能 3000瓦逆变气 水路方面配置了200升的清水和70升的灰水 柴油热水暖风一体机 给您带来舒适的房车生活 这款车标配售价是49.8万